大家好,每日分享十分秒招给你带来不一样的生活 在吃饭的时候,我们餐桌上一定离不开碗 那么我们在生活中挑选碗的时候,大家要注意了 以下的四种碗最好不要买,那是为什么呢? 赶紧跟视频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相信很多家庭一到过年的时候都会给家里添一些新碗 那么市面上有很多种碗 有陶瓷的、不锈钢的、玻璃的、还有塑料的等等 那么我们在挑选碗的时候,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第一,看碗底 我们在挑选碗的时候,观察这个碗底的底部 如果这个碗底比较薄 或者是比较平的话,那这类的碗不见选购 因为这类的碗防烫效果会很差,防化效果也不好 稍微一转动,碗底就会乱动 所以说,碗底比较薄或者是比较平的话 没有一点的使用效果 那么我们在挑选碗的时候要挑选比较厚的 碗底又比较高 这样在使用的时候是非常方便 不会出现烫手的情况 第二,又上彩的碗 平时我们购买碗的时候或者是盘子 看到上面是非常漂亮 但是一定要注意了 像这样又上彩的碗千万不要购买 虽然这些碗看起来颜色是非常亮丽 但是长期使用遇到高温的话,它就会释放一种物质 所以不管是买陶瓷的还是塑料的,上面都有右上彩的花纹 我们建议不要买 那如何辨别右上彩呢? 我们用手抚摸这些花纹 如果有明显的颗粒感,那就说明这是右上彩碗 右上彩碗在高温和优污的作用下就会产生不好的物质 也会有影响 第三,不锈钢碗 相信很多家庭里都有这种不锈钢碗 这类碗我们要挑选双层的 如果是单层的,不建议选因为防烫效果不好 要选就选像我手上这个双层的碗 双层碗拿着比较舒服,而且隔热效果比较好 其实这还不算重点 最重要的是我们在挑选不锈钢碗 一定要选择304不锈钢 因为304不锈钢是食品级的 这样的不锈钢碗也是最安全 第四,变形的碗 平时我们在购买碗的时候 在外观看很难看出它有瑕疵 那今天分享大家一个小技巧 我们只需要再拿一个碗 两个相同的碗叠在一起 然后轻轻晃动上面的碗 如果晃动的幅度是比较大 说明这个碗不够圆 那么我们买碗的时候一定要这样试一下 晃动非常大的话那一定不要买了 买回家放在家里碗叠在一起也会容易倒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挑选碗的小常识大家有所了解了吗 看完视频概念分享给朋友和家人 让更多人知道 我们下期再见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